人与人之间 无论请客或被请 有时也烦恼的 要做到既不请人 也不怕被人言 具体的做法是 如果有人抢着替自己付车费或会抄 就一生不响地让自己的轻浮回笼 这里所说的轻浮则是钱币的一个别称 在古代传说中 它是一种水虫 如果有人请自己吃大菜 就两间乘一口 去吃了就走 不道一声谢 更不理会肾魔是一贩之恩 假使人人这样做 中国可以归真反嫖 社会上可以少了许多虚伪的行为 也不再需要提倡简约了